今天我们聊一下姓氏的由来 看看你的祖先是谁 咱们一点不夸张 你但凡随便一个姓你往上倒 那都是上古大神 说这个之前 我们先把姓氏给搞清楚 什么是姓氏 在先秦时期 姓氏是分开的 就比如说秦始皇 他是迎姓赵氏 其实我们开始 他只有姓没有氏 而且这个姓也很少 我们熟知的上古八大姓 即将迎遥 就是这几个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并不多 但是随着人口的增加 一个姓下边的人是越来越多 那随着时间的发展 你这个姓下边 他就会产生非常多的分支 你这个分支 由于各种原因 前席到了各地 前席的这些就叫氏 比如说姜子牙 他有一个儿子 也参加过五王法咒 他因为战功 他被封在了许地 那他就是姜姓许氏 也就是说 我们许姓是从姜姓里边分出来的 那后来由于分的太多 在秦以后 这个姓氏就不分了 你封在许地 你就姓许家 别什么姜姓许氏了 姻姓赵氏 你就姓姻 你在赵地 你就姓赵 要是还不理解 我们就举个现在的例子 就比如说分家 这个嫡长子继承 你爷爷有五个儿子 只有你大爷那一只 可以继承你家的那个姓 分家之后 你那叔叔 还有你父亲 就都得去外地 到哪 以哪为姓 爱叫什么叫什么 也就是说 姓它是一个总家族的姓 氏则是这个家族的分支 所以说我们往前倒 很多姓 它都是一个老祖宗 你再往前倒 大部分都是皇帝的后裔 有一小部分呢 它是持幽跟炎帝的 所以我们才说 我们是炎皇子孙嘛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 士族术 看到没 皇帝这一只分出来多少个 你别管是什么 姚顺宇 还是邵昊伯仪 那都是皇帝的后代 邵昊 皇帝的大儿子 姚 专区的儿子 专区是谁 专区是皇帝的曾孙 你看我许姓 就是炎帝的后裔 炎帝姓姜嘛 我跟你们大部分人 祖先不一样 你们大部分都是皇帝的后裔 我们这个是炎帝的后裔 其实别说这些 你就说上三代 夏商中那些帝王 其实他们祖上都是一家人 你看他们祖上都是谁 我们看夏朝 大禹四姓 皇帝的玄孙 专区的后代 跟姚是远方亲戚 我们再看商汤子姓 孔子跟他是本家 商汤的祖先叫契 这个契跟姚 是同父异母的兄弟 你看又是一家人 我们再看看周朝姬姓 他们的祖先叫季 就是社稷的季 皇帝的玄孙 帝库的长子 看到没 还是一家人 也就是说人家上三代 换来换来 都是人家一家在玩 我们要是觉得 这个上三代 离我们太过遥远 神话常说居多 我们看看这个西州 七十多个诸侯里边 五十多个都是他们姬姓的 那都是亲戚 你别看那国民五花八门 都是一家人 当然啊 这个姓氏的出处啊 他五花八门 我说的这个是主流的一个出处 当然还有其他一些投入原因 比如说此姓啊 比划啊 你比如说刘姓 他不一定原子谣 他也有可能是东晋十六国 赵汉的刘渊 就是匈奴人 而且啊 这个比例占比可不小 就是这个刘渊呢 他是莫都缠鱼的后代 他说他母亲 母系那一只啊 是汉朝和亲 嫁过来的一个公主 所以说呢 他们这一只就姓刘 还有一些呢 就是次姓 就本来人家姓徐 你看李唐皇帝 就给人家次姓李 李记就是啊 人家以前叫徐世记 就是那个隋唐演艺上 那半仙评报公 这种在李唐特别多 那还有一种就是碧获 比如说张辽 张辽祖上姓聂啊 他祖先叫聂一 就是西汉那个 马懿之谋的谋划者 据后人分析啊 应该是他们祖上 得罪了匈奴 所以说啊 他为了避祸改姓张 当然这些原因呢 他都不是主流原因啊 主流原因就是 我之前说那个 这个感兴趣啊 我们可以在网上查 上面有资料啊 你保不准哪个姓跟哪个姓啊 你在上国呢 都是一大家子 我这个姓许的 我查了啊 跟什么姓吕的 姓齐的啊 我们都是将姓分出来的 得你们自己去查 由于这个姓氏太多 我也不可能 一个一个查得很清楚